內外資為什麼不同調 因為你們在靠腰政府不互盤啊 大家好歡迎收看財經急診室 我是品均 歡迎華信投過的謝文文老師 大家好 最近聯總會確定升息三碼之後 外資又一直在賣 這個盤是我們到底要怎麼觀察的老師 好的那其實品均講得非常非常好 因為我講坦白外資也是迫於無奈 就像我現在問大家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 我沒有問你公債之律 我只要問你美國的定存多少 你應該答不出來 我講坦白我也答不出來 因為每天都在升息 那麼如果說 根據我今天早上所聽的一個新聞 明年應該說明年年初 美國的利率就高達5% 你存在台灣的利息1.2%到1.5% 你存在美國的利息是高達5% 那我只要請問各位 中間的差距高達4% 你認為外資是笨蛋嗎 我當然是存在美國是比較好的 而且美元又享受美元升值的夜水利益 不過不論如何 因為我們畢竟我們不是美國 我們是台灣 那你又是做台北股市 那到底要怎樣去面對這行情 我先給大家看幾個笑話 如果說你看過去這幾天 我們都知道禮拜一禮拜二禮拜三 台北股市都是上漲的 然後禮拜四來個台北股市大跳水 那如果說你有看我的夜水盤中的連線節目 我們真的是完整的命中了 那最經典的是什麼時候呢 我記得了 如果我記得沒錯的話 應該是禮拜四的凌晨 那時候美國確定要升級3碼的時候 那時候PM盤網上做一個吉拉 可是如果你仔細觀察一下 這一張的一個主力心態的話 你可以看得非常非常的夜水仔細 大概在11點多的時候 心態它是應該就說從下午的7、8點 心態就空 就往上吉拉的時候再看一遍 主力心態還是飆飆準很空 那麼甚至於昨天說老師 昨天為什麼突出起來一根紅K棒 好我就跟大家再講個笑話 基本上昨天為什麼一開盤的時候 我們看到主力心態它是多呢 因為最主要的一個原因 政府他有出手去救這個行情 因為昨天大跳水 可是他當他救這個行情的過程當中 平均你知道嗎 他回頭看 靠腰沒有人跟在後面 你都會是吧 說什麼我們去殺 我們去打共匪啊 後面沒有人 沒有人他當然不要 他就不管了嘛 就放給他爛 結果這是為什麼昨天一根紅K棒 主力心態一根紅之後馬上變成綠色 不過這再一次證明了 我在節目當中一再跟著我強調 我說主力做手的操作 它是叫做在價格的夜水觀念 就像你看 昨天12點03分 我們的連線的時候 當時台紙期貨在12961點 結果今天早上有沒有一路殺到 一個所謂脫褲子 那結果就一般投資朋友講說 哎唷謝老師外資又賣了 台積電又跌了 那到底要怎麼辦 基本上也沒有想像中這麼悲觀 因為今天大盤主力心態 它是一個標標準的多 所以政府他有出手 出手的夜水過程當中 我還是老話一句 你今天做任何事情 你真的拜託 你不要給我做半套 什麼叫做半套 基本上現在政府 他只是做一個被動 不是說被動原件 其實被動原件也不錯 被動件很像國巨 像華興科 甚至像6280加幫也不錯 可是問題 你不能只能被動防守 你要攻擊 只是政府他一直偷偷告訴我說 他現在很衰 只要攻擊的過程當中 沒有人要跟 所以說好 那我不管怎麼樣 至少我們先知道 政府的底線在哪裡 目前大概是落在12837點左右 只要這個點沒有跌破之前的話 當然就多頭角度 還是有往上攻擊的力道 那檯面上現在還有很多熱門在討論的個股 像是金瑞 新勝利 甚至是加聯益 老師你又是怎麼看的 好的 那麼基本上很多人跑去放空這三檔股票 尤其最近很多人很喜歡控加聯益 為什麼控加聯益 因為很簡單 加聯益它只是一家軟版的爛公司 很多人家會這樣想 而且前三季的EPS也才這樣賺一點點 我記得沒錯應該賺0.8 可是大家不要忘了 你們有時候 你們在做產業上面的一個分析 要稍微再detail 要稍微再仔細一點 加聯益 其實加聯益要跟新勝利講在一起 你如果說單純就軟版的夜水角度 加聯益4958真底 這是大家耳熟能詳 是標標準的軟版公司 可是人家加聯益 它已經跨足到電池版的一個所謂問題 它現在是電池 它已經不是軟版 它也是標準的電池 那4931的新勝利就不用講了 4931新勝利大家都知道 它是電池相關概念個股 甚至包括6781 AES 它也是電池新普集團的相關概念個股 那麼基本上我是覺得強勢股 你要怎麼樣去做一個所謂判斷 很多人他會去放空強勢股 為什麼 因為你要去賭一把 賭他說大盤不好的話 你應該會落後補貼 可是我個人的夜水想法 其實在股票市場上面的操作 他有一個口訣 強者很強 即使你沒有這三檔股票的投資朋友的話 我建議大家要觀察 因為強的股票如果轉弱的話 整個持股信心會爆炸 會爆炸下去的 因為連強的股票都落賽 用落賽可以 那其他股票不是更慘嗎 所以這是為什麼這三檔股票 你要看多方的夜水防守價 不過這邊都寫在這邊 不過這邊有一個比較有趣的地方 3454的夜水精銳 其實金瑞你要跟645利端一起開 為什麼 我們都知道金瑞跟利端 他是台達電的夜水集團 台南集團 那同樣台積電集團的相關概念個股 你可以看到三四十分的創新高 那代表什麼樣的玩意兒呢 基本上這一波的主力做手 他知道我沒有講公司派 我都沒有講我沒有愛是什麼 哎呦我台積電的股票好爛 可是問題我們自己要做個帳吧 你懂我意思吧 所以說他集團相關的子公司 就像我剛才跟你講AES 他是621的新普 你看一下新普這樣股價帶成這樣子 可是AES就表現比較強勢 所以說你如果說你針對集團股下去做發揮的話 還是能找到未來的天空 所以說給大家一個非常簡單的總結 今天禮拜五大盤主力心態他是多 所以說我會很清楚 因為我們錄影的時間還沒收盤 今天外資的賣盤他會縮手 因為他也不想跟政府刻意對坐 那只要多方防守價沒有跌破之前 個股結構我說真的還算是蠻健康的 建議大家偏多操作 謝謝謝老師精彩的分析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資訊的話 記得教老師的Light跟Telegram 財經急診室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